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你开心吗 如果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 你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开心 上一期节目 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 五分钟锻炼腿的方法 说到了很多的网友的 特别的喜欢 好多好多人都跟我留言 那么今天呢 好多好多的朋友都跟我留言说 哎呀你这个方法太好了 又简单又好用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我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睡不好觉怎么办 我老是失眠 然后呢我很郁闷 因为现在疫情嘛 不能出去 我心情很不好 有什么好的简单的方法 让我呢 既睡眠好了 而且心情也好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方法呢 好了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 也分享一个非常简单 也是每天五分钟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它是什么方法呢 它就是推肝筋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 是由各种各样的经络来组成的 那么一般睡眠不好啦 心情很郁闷啦 脾气特别大啦 那都是干瘀造成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肝筋 都要每天花五分钟的时间 去把它疏通 那么怎么来疏通呢 现在我就跟大家来示范一下 非常简单 好因为呢 一般呢 呃我会在晚上的时候啊 在床上做这一个动作 那么现在呢 我就呃在这个瑜伽店上 就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每天晚上 在床上以后呢 我就先我就会这样啊 先把脚呢就伸直一下啊 活动活动 然后呢然后呢每个脚我就会这么会推一推 推一推啊 先把这个脚推一推 推完了以后呢 干筋在哪里呢 干筋就在大腿的内侧 你看这个枯缝啊 这边就是干筋 这边干筋一直到这啊 那么我怎么推呢 我就会每天晚上的时候啊 我就先这样 那就就用大指大拇指 两个手这么推 先这么推 我会推到这啊 我也会往下推推推推推 推下去 然后呢又这样拉回来 推下去 拉回来 好这个时候呢 我推的时候我就会检查 我哪个地方特别痛啊 在推的时候呢 我就会找到哪个地方特别痛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血位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到这个地方 我差不多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血位 这个血位叫什么 叫阴包血 这个阴包血是干筋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血位 一般的人推这个地方都会很痛 如果你要是干瘀得很厉害 这个地方会很痛很痛 我刚刚开始推的时候 是不能就不能摸它 哎呀一摸就就痛的 痛的一蹦的感觉 但是呢 我经常推多了就好了 就是我就会从这个大腿根部 开始往下 这么这么推柔啊 推柔就推柔 好这个地方很痛的时候 我就会多推柔 这个地方 好推推推推推 我会一直这么推下去 推到这儿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 在这个大拇指和这个指之间 这地方有个槽 这地方叫太虫穴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干筋的 一个很重要的血位 你比方说你今天特别的生气 这个地方就消气穴 我把它叫消气穴 你特别脾气大 你把这揉一揉 你脾气就好了 这叫太虫穴 我叫它叫消气穴 然后呢 就把它又拿回来 那么就揉 揉多长时间呢 一只腿揉五分钟 我就把这条筋络 就每天就把它揉 揉五分钟 揉一遍 天天揉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会 慢慢慢慢 那个疼痛就会减轻 这是这个脚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揉完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捶一捶 捶一捶 捶一捶 放松放松 你就会觉得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脚也是 我刚开始也是 把它推一推 推完以后呢 我就开始揉 从这个大腿根部 我就开始揉这个干筋 揉揉揉 一直揉 我会一直揉下去 揉下去 揉揉揉 然后太虫穴揉一揉 然后我也会拉回来 揉下去 拉回来 然后就揉 也是这样啊 这个脚也是 揉五分钟 痛的地方 就多揉 特别是痛的地方 或者是你会 在揉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到里面呢 就像有一股 气一样 好像推的时候 把它有那种 阻碍你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就是 淤了 就是不通 那么你就要 把这个阻碍你 那个 那个气节啊 把它 把它揉开 当然不是一天啊 就天天坚持的 揉开 那么就好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揉的方法 就很简单 就是揉 每天就是揉 这边揉五分钟 这边揉五分钟 完了 就好了 这个方法简单吧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在推的过程当中啊 你可以 因为睡觉以前嘛 你可以在家里面 放一点清音乐 比方说一些 瑜伽的一些 很美好的音乐 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熟啊 你推的时候 你就从这开始 跟着音乐 你就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揉揉回来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回来 然后揉 你主要是揉 就是揉捏 揉捏 哪个地方痛 就多揉一揉 边听着音乐 那种感觉 特别的 心情就愉悦 所以我 我跟大家说嘛 无论做什么事情 当你的心情愉悦的时候 功效是翻倍的 你那种 就是 你憋着劲儿 去跟他推 和那个很轻松 和愉悦的 思想很愉悦的 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 因为你轻松很愉悦的时候 人就放松了 放松以后呢 他这个 这个经络 他就 他就揉得特别通畅 特别的好 这个方法 既简单 又开心 好 那么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揉的动作 什么时候揉 就是 每天晚上 睡觉之前 揉 效果特别好 那么 他揉了以后 有些什么 好的效果 我跟大家详细的 介绍一下 第一个效果 就是 睡眠会好 因为你把肝筋揉通了以后 肝足血 肝足血脉的话 你血脉就很通畅的话 那么你就 很容易入睡 第一个 睡眠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 眼睛亮了 大家都知道 肝足目 那么你把肝筋揉通了 揉顺了 你的眼睛就会明亮 这是第二个 非常好的好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 你的心情好了 我刚才说了 就是肝气淤结 你就会 看啥啥不顺眼 看什么都喜欢 就不舒服 就是这种 其实很多人的脾气不好 并不是他 本来自己 愿意脾气不好 而是因为 肝气淤结 造成了他郁闷 所以 他是一种 病态的表现 那么 经常把这个肌肉 揉通了以后呢 他心情好了 人就变得快乐了 所以有些人说 九华那你怎么看上去 怎么老是觉得 你这么快乐呢 你是不是没有什么苦劳 其实我就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会有苦劳 人生活在这个 社会当中 有家庭的工作 学习 同事朋友 哪有没有苦劳 哪有没有苦劳的呢 都会有 但是呢 我自己会调解 我最后把 我郁闷了 我把干气 郁闷了 我把干净推一推 把这个太充血 那个消气血 我把它揉一揉 可能 可能一想啊 这个事也没多大事 就不用去生气了 所以这一点 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你快乐 还有一个 很多的人 特别喜欢的 就是 他有一个特别的 我认为 它是个副作用 怎么副作用 就是 他可以把你的腿啊 减肥 有的人腿啊 很肥 很胖胖的 那么我天天这么揉 这么这么这么揉 把这个郁闷 揉开以后 诶 我的腿变瘦了 不那么胖了 所以说有些人说 哎呀 九安娜 你的腿型挺好看的 我当然我真是自夸自己啊 就是说 你在把它揉通了以后 诶 你就减肥了 把那个肥腿 改成很漂亮的腿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呢 天天坚持做呢 可以有这么 五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还是我 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任何的 再好 再简单的 就是一句话 两个字 坚持 你就这么坚持 坚持你 揉一个月下来 你就会告诉我 诶 真的哦 睡眠好了 眼睛亮了 心情愉快了 快乐了 减肥了 你看 这五个好处 不费事 每天五分钟 睡觉以前 坐完 香香美美的 睡一个好觉 你看这个方法 简单吧 希望呢 广大的朋友们 能够跟着我一起 跟着我这个视频 天天五分钟 让你变得健康 美丽和快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